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业细官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魏国燕等相关人员 劳动部部长陈雄文等相关人员 卫生福利部政务次长李玉春等相关人员主席 将召集委员预新报告 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 一处理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二案 二审查本院委员蒋乃馨等24人 拟据劳动基准法针定第10条之1条文草案等4案 三审查本院委员姜惠珍等19人 拟据国民年金法第18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 本日会议经委员姜惠珍说明提案要指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魏国燕 就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有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主管预算解冻案 劳动部陈部长雄文及卫生福利部理次长玉春 就劳动基准法针定及修正条文国民年金法第18条之1 修正条文分别提出报告 委员姜惠珍等10人提出质询军金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卫署长国业及各相关主管 劳动部陈部长雄文卫生福利部理次长玉春 及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 决定1本日会议报告及寻答完毕 2委员杨琼英杨耀徐少平及吴玉仁等4人 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3委员口头咨询 为其答复或呈补充资料者 请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令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 讨论事项决定1中华民 讨论事项决议1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有关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组管预算解冻案 二案处理结果本二案均继续冻结 二审查本院委员蒋乃星等24人拟据 劳动基准法增定第十条之一条文草案等四案 结果1第九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修正为 未符合下列规定者雇主不得与劳工 为职离职后禁业禁止之约定 一雇主有应受保护之正当营业利益 二劳工担任之职位或职务能接触或使用 雇主之营业秘密三禁业禁止之期间区域 职业活动之范围及就业对象 位于合理范畴是雇主对劳工应不从事 禁业行为所受损失有合理补偿 前项第四款所定合理补偿 不包括劳工与工作期间所受领之给付 违反第一项各款规定之一者 其约定无效 离职后今夜禁止之期间最长不得于二年 于二年者缩短为二年 二第十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修正为 雇主调动劳工工作不得违反劳动契约之约定 并应符合下列原则一基于企业经营上所必需且不得有不当动机及目的 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二对劳工之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为做不利之变更 三调动后工作为劳工体能及技术可升任 四调动工作地点过远雇主应予以必要之协助 五考量劳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三第十五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修正为 未符合下列规定之一雇主不得与劳工为最低服务年限制约定 一雇主为为劳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并提供该项培训费用者 二雇主为使劳工遵守最低服务年限制约定 提供其合理补偿者前项最低服务年限制约定 应就下列事项综合考量不得于合理范围 一雇主为劳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之其兼集成本 二从事相同或类似职务之劳工其人力替补可能性 三雇主提供劳工补偿之额度及范围 四其他影响最低服务年限合理性之事项 违反前二项规定者其约定无效 劳动契约因不可规则于劳工之事 由而于最低服务年限届满前中职者 劳工部付违反最低服务年限约定 或返还训练费用之责任 四第四十四条条文修正通过修正为 十五岁以上未满十六岁之受雇从事工作者为同工 同工即十六岁以上未满十八岁之人 不得从事危险性或有害性之工作 五第四十六条条文招案通过 六本四案业以审查玩具拟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 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并由召集委员杨玉心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 三审查本院委员姜惠珍等十九人 拟聚国民年金法第十八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 结果一第十八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修正为 一本法发给之各项给付为年金者除老年年金给付制服和条件之当月起按月发给至死亡当月为止外 其他年金给付自提出申请且符合条件之当月起按月发给至应停止发给或死亡之当月子 自中华民国一零五年三月一日起发生死亡事故 其已属年金给付之受益人未复合未与符合请领条件之当月提出申请者 其提出请领之日起前五年得拧取之给付由保险人依法追溯补给之 但已经其他受益人请领之部分不适用之 二本案业余审查完据你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爵 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并由召集委员杨玉心于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 通过临时提案六案请委员着参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对上次议事录有无修正或遗漏之处 没有意见好那确认通过 那本次会议是两天一次会会议议程如下 第一点处理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23案 第二点处理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附属单位预算解冻案8案 第三点邀请卫生福利部讲禀 黄部长就精神病患心智功能障碍者 社区照顾社区家园列席报告并被执询 好那第四点是审查本院委员李同豪等27人 拟据社会救助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等7案 第五点审查本院委员吴一珍等23人 拟据生产风险补偿条例草案等5案 那第六点审查行政院含情审议的传染病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那么我们现在介绍在场的委员以及列席的官员 好首先我们介绍苏清泉委员 来早安好早安好黄昭顺委员来早安好那林淑芬委员好早安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行政官员好卫生福利部蒋炳黄部长 蒋部长来早安好次长林奏言次长好医事司王中西司长 王司长早安社会保险司曲同光司长曲师长早安 社会就社会救助级社公司李美珍司长好李司长早安 护理及健康照护师邓素文师长邓司长早安好心理及口腔口腔健康师盛立中盛司长 陈司长好法规会高宗贤参事来高参事好全民健康保险会科贵女参事来好会计处吴建国处长好吴处长 好统计处陈敏处长好陈处长疾病管制署郭绪松署长 来郭署长食品药物管理署江玉美署长好社会及家庭署简会美简会军署长来简署长好 国民健康署陈润秋副署长好副署长好中央健康保险署主任秘书陈宝国主秘好 那副署医疗及社会福利机构管理会执行长林庆峰林执行长好早安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组长苏昭如苏组长好在这边中间好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听法官欧阳汉金来欧阳法官早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库废弃物管理署处长吴胜中好吴处长环境督察总队副总队长江祖农好在右边这边好最右边高等教育师专门委员梁正学 梁学正梁专委好法务部检察官宋文宏来宋检察官好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梅英好陈专委好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主任康兆周来康主任早好行政院农委会副主任委员陈志清好副主委好序幕处污染防治科科长 陈叶申言来好来找科长好动植物防疫检疫局肉品检查组副主长冯一月好来好然后经济部商业司副参事肖骏好工业局副主长曾志雄来好早安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列席官员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这个社会救助法修正草案等七案 五案的提案委员做提案要指说明 顺序是李同豪李同豪李同豪委员不在周尼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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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黄伟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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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杨玉昕那我就先省略 刘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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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王玉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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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不在 那接下来请这个生产风险补偿条例草案等五案的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指 顺序是吴玉敏王玉敏王玉敏王玉敏委员不在黄昭顺黄昭顺黄昭顺委员不在 林书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抱歉 来黄委员请来提案说明 好 不好意思 主席部长以及我们所以书委员跟几位委员跟我们所有的官员 我想对生予事故救济事办计划我非常感谢卫护部当时邱文达部长 那个时候很认真的把这个事情做下来 那当然这件事本来我们是希望能够借着依旧法 把四大接空的问题通通都解决 但是显然那个依旧法好像被法务部打到趴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担心 那原则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就生予事故救济事办计划把它法制化 或者的话我想副产科这个部分就显然没有办法来处理就面对更严重的问题 那未来到底那四大科怎么来做 我还是希望部长能够就那个部分 或者我们四大接空未来我们在医疗体系当中其实还是很有问题的 那前几天大家已经有做了一个协商 那协商里头当然我当时是写补偿 那补偿把它改成救济这个我们都没意见 那基础上来讲在这里面我比较有意见的 我刚刚看了我们那个昨天也就是那个卫福部最后的书面报告里面的 第二月的第二项里面提到说我们因为我们原则是36周 那我们希望现在能够到34周 那34周我希望能够包含在34周以内的这个部分都要处理 我想这个经费应该不会很多 经费应该不会很多 这个部分等一下再请部长或者次长来说明 那大概所需要的经费有多少 因为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在最快速的方式之下 我希望今天如果可以进入二读的话 大家如果有共识进入二读赶紧在这个会期里面 把它送上去 然后让至少我们先解决妇产科的问题 那至于其他那四个科该怎么做 我觉得部长可能要再发一点心思 把这些部分能够在 如果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的话 那虽然疫情法没有过 但是至少那几个比较大的科 未来在我们医疗体系当中 非常重要的这一环 能够立即解决这些比较危险的部分 而且免除这些医生 不断的有这些法律上的问题 我想非常谢谢主席今天的排案 以上谢谢 好 谢谢黄昭顺委员 那接下来林淑芬委员 请 主席各位大家好 今天这个补偿条例呢 我们把它从一九法里面 不是一九法 就是之前的这个 希望跟其他的五大接空绑在一起 给他单独立法 那其实我们讲说 这是本质上的不一样 本质上的不一样是说 女人生产不是一个医疗事故 它的本质 它是一个健康的生理行为 但是呢 这个女人的生产 不是应该由女人和家属 自己独自去承担 这个是国家和社会的事 因为它跟国家的人力 国民的健康 和国家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 但是我们知道 古收人说 新的贵是鸡酒香 如果拼不贵是四地帮 所以我们知道说 生产本身就背负了一定的风险 那这样的风险呢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立法 要由国家来帮忙承担 那也因为少 这几年来少子化 所以这成为国家问题 然后遇到产科医师凋零 那生产的过程也过度的医疗化 所以这些种种的问题要解决 然后我们就一并在这个机制里面 去做这个补偿机制 所以我们来讲说 其实这个本质上是 希望女人生产这一件事情 国家要一起来承担 而不是要解决五大皆空 这个是我先强调的 那我今天在讲说 因为我们在生产事故里面 都要求说要真相 但是是不责难 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这个方向呢 就是说我们不问责 不问责于医事人员或医疗机构 符合医疗伤害的法定要件就可以补偿 但是呢 我们不能够重蹈覆测 因为不能重蹈覆测 所以我们要有除错的机制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单纯的补偿 我们也是要医疗人员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坦白 然后要把这个过程的这个 这个问题在哪里 要把它清楚的讲出来 不问责 是为了避免重蹈覆测 也为了要除错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们希望在这个机制里面 要达到 及时补偿 减少诉讼 避免这个重蹈覆测 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希望医事人员 要据实以报 得到事故的真相 然后落实这个除错 所以这几个机制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再强调一次 这个事情 我们希望国家来承担 女人的生产风险 然后造成 让这个医事人员 有愿意从事这个 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然后呢 有除错的机制 不要再重蹈覆测 创造多盈 这个我们中心的盼望 今天当然是希望可以 这个审查 然后通过立法 尽速的通过立法 这个是大家 在这里 今天最大的盼望 谢谢 好 谢谢林淑芬委员 接下来请田秋景委员 来做提案说明 我们现在知道 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 高龄化的这个产妇越来越多 事实上这个生产的风险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 需要有经验的 好的产科医生的协助 有一位产科医生告诉我说 也因为高龄产妇越来越多 所以事实上 如果没有麻醉科 而且剖妇产也越来越多 他说如果没有麻醉科医师的帮助 然后没有小儿科医师 在这边stand by 他真的不敢接生 在日本就发生过 高龄产妇 然后辗转在各医院 最后死在那个救护车上面 那我们台湾的妇产科医师 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5岁 我们宜蘭更惨 我们的平均年龄超过57岁 也就是说如果任由事情恶化 那我们的妇产 我们宜蘭大概两三年后 没有妇产科医生了 那我们的宜蘭妇女 是不是到时候阵痛的时候 就要这个过血税 那就保证保佑血税 不要塞车 那今天我们当然不只是 要解决妇产科医生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立法 那从2012年 在妇女团体多年的推动之下 2012年 卫福部就已经推出 鼓励医疗机构 办理生育事故 争议事件的事办计划 那这个事办计划呢 这个事实上最重要的 就是降低医病的对立 然后避免妇女跟家人 承受纠纷跟诉讼的二度伤害 我记得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方 那有两位妇产科的女医师 来国会作证 那我非常shock的听到他们讲说 即使他们自己生产 有一个女医师 她立下遗嘱 跟她的先生说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请她好好的照顾孩子 另外一个女医师说 她虽然没有立下书面遗嘱 但她立下口头的遗嘱 跟她的先生讲 同样的话 也就是说即使是妇产科女医师 自己在生产的时候 都非常清楚 要承受这个她无法预期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 试办计划呢 这么多年 从2012到2014年 就我们到今年的10月底 这个申请补偿的案件 有174件 那大概占申请数的83% 那补偿金额是1亿7千万 本来以为是每年要3亿 结果这样只要花1亿多 那这个妇产科医师从2012年 遭收比例72%上升到今年94%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这样的一个试办计划 证明是成功的 但问题是 为什么不继续试办下去就好 为什么要立法 因为这个试办计划的 这个来源 这个经费来源 来自依发基金 那事实上以我的了解 明年我们的这个手术期麻醉的 风险的这个补偿 也要上路了 那马上的这个还有其他的 包括我们儿科 那我们内科 所以如果一直靠依发基金 事实上随时都岌岌可危 有断催的可能 那就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们认为说 既然事办已经成功 那我们就来推动立法 那只要这个有了这个法 我们的生产事故补偿条例 如果过的话 那国家就要依法编列预算 那我们就可以这个 确保说有这样的一个来源 财源 那我们这些年轻医生 也敢这个 来加入 这样子照顾妇女的行列 那第二点是 我们的妇女的生产 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而已 我们的妇女生产 事实上还有国家的这个 发展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现在因为少子化 我们的国家的生产力 未来的生产力 未来的消费力 未来国力都受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妇女的生产 本来就应该得到国家的保障 跟国家的保护 所以拜托大家 我们希望说 今天我们的生产事故 补偿条例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礼拜 可以出委员会 然后在这个会期 来二三度 谢谢 好 谢谢田秋景委员 接下来请苏清泉委员 来做提案说明 谢谢主席 还有各位委员 还有列席官员 你们要大家找 那这一次的生产风险救济条例 当然也有人写补偿 也有人写其他的名称 但是产科医协会 跟医师选业这边 非常的坚持 就是说补偿 补偿就印含着有 好像有点不对的感觉 所以用这生产风险救济 因为这个 就是我称注刚刚田委员讲的 生产 只有在医疗上 只有生产不是病 除了医美那一块不算以外 在整个医疗 会有欢乐声 会有笑声的 只有在产房 只有生产 生产就是金孙 会笑 不然大家都愁眉苦恋 所以生产本身就不是病 真的是为了 厚持国家的人口红利 厚持国力 所以产科医师 真的是压力很大 所以我很高兴 所有的委员 大家都也不排斥 生产风险救济条例 这个名称 刚刚黄昭顺也讲 第二个就是除错 这个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说 那个申报比较 比较慢 就要发这么多钱 其他都是五倍 这个搞了十倍 这个等一下我们 竹调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 这个我没办法接受 那再来就是 他一年的金额 是差不多一亿多 一亿多 那听说主地总处有意见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对主地总处是表达我很愤怒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要共同促成 希望赶快这一两天 把它送出委员会 在这个会期 因为这个会期要过 法案真的不简单 很困难 所以再次的感谢 也各党团的协助 把最后这个版本 我提出来这个 就是融合大家的版本 也能够今天并进来 真的是高难度 感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苏清泉委员的提案说明 好 接下来我们请 卫生福利部蒋炳黄部长 六案一并的进行报告 报告完毕后 即进行综合巡答 好 那我们现在请蒋部长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列席的官员 各位朋友 我在这边就今天 卫福部的部分 跟各位报告 我今天的报告 总共有解冻案的报告 还有精神病患 心智功能障碍的 照顾的报告 还有社会救助法的部分 部份调文修正报告 跟生产事故就地条例草案的报告 还有传染病房制法 部份调文修正案的报告 所以我会尽快的 以气呵成 尽量的简单 那个首先跟各位报告 预算的解冻案 呃 本部这个104年度 代审议的冻结案 总共有31案 那个slide已经放到第二页 那单位预算部分23案 包括本部的这个 这个12案及食药署的11案 另外附设单位的预算法案 包括这个医疗药品基金2案 跟健康照护基金6案 那我们我会就这个上面的这几个案子 重要业务办理情形 按照单位跟基金别做重点说明 那请详细资料 请各位看书面资料 那另外呢 我说明非常简列 所以可能各位要看着这个 我们的这个power point 才比较能够理解 请到第六页 好 我先说明一下赵护士代审的事项 赵护士已经将全日平均互并比 纳为正式条文公布的三半互并比 视频数据 并自96年期分别邀请医视团体跟医用者担任评件观察员 外籍看护工为个人看护者已经有了共识 并为其双聘制度定这个基础 那新入境的外籍外籍公布 其雇主可申请补充训练 这是赵护士 那统计处呢 已经与N提了这个卫生服 福利资料运用与管理条例的这个草案 建议方案 将持续完善本条例之演义 并订立违反作业规定处理的这个程序 社保师呢 他已经则成这个健保署呢 持续办理药品价格调查作业 随时掌握药品市场交易情形 并加强查剂不实申报 另建议一个界公司维持限制 持续强化资料的完整性 那健保会 依照这个全民健康保险会 组成这个议事办法呢 恰情有关团体推荐委员 所以他没有不尊重这个团体意见的 这个情势 那同时也收集民意呢 是为了要了解民众对二代健保的 重要政策的认知跟态度 作为这个业务的改革参考 那医事师呢 已经执行了这个全民健康保险提供保险对象 收容于矫正机关者医疗服务计划 并且完成了49家专设矫正机关查核 那也将这个医院劳动条件解查结果 列为这个卫生局督导考核的重点 并提供医院评鉴及不定时最终辅导 访查的参考 那我们会持续跟劳动部沟通 并且召开会议 研议将受雇 这个医师纳入劳基法的这个时程 那新口师呢 在他的努力之下 国人自杀死亡率已经大幅减少 当然我们会持续的会推动自杀防治措施 那医服会呢 管理的所有我们的部立医院 那这些部立医院呢 会积极的配合卫生跟健保政策 持续督导参与各项这个医改跟照顾计划 好 接下来我们看食品药物管理署 那食品药物管理署 针对这个健康膨炎评估的结果跟数据 它是用来这个发展食品检验技术 解决食安问题跟风险 这个监测跟品质认证管理 那所以在经费上并没有重叠 那食药署也已经强化了食品把关相关作为扩大机查的这个能量 提升检验实验室的值与量 那另外有关这个特资费的部分呢 我们的食药署署长在今年的1月29号就已经就任了 所以已经达到这个解冻的条件 那食药署持续这个 呃在这个评估在检讨修正这个健康食品法规 公共效率评估 而且加强在辅导业者 那目前的边定查验呢 採劳务承拦协助数据性的工作 但是我们会持续争取公务的人力 那食药署呢 那委托办理这个输入食品查验的实验室都经过了这个认证 每年进行监督查核跟盲样实验 以提升产品通关的时效 那食安经费呢 是为了强化食品源头管理机制 推动食品登陆制度等业务 作为未来管理的这个基础 所以相关的经费呢 是有必要的 好那另外呢 食药署已经拟定了这个良好卫生作业指令 供业者跟各地方机关 卫生机关呢 依循 并且强化这个 这个该机关的这个人力食物经验 那食品安全守护联盟计划呢 是为了推动食品营养科系学生投身食安教育 推广正确的食安知识 那为了强化食品源头管理 是为了提升民众学生跟教师食安知能 所以它并不是为了要消耗预算 好有关附属单位的这个预算 我们先看一下作业基金 第一个是这个衣服会的 这个医疗药品基金 那这个衣服会呢 已经加强了发展在地特色医疗 落实了公共卫生与弱势医疗的这个照护 那有关这个特别收入基金 有关健康照护基金方面 有照护师 那照护师呢 在这个长照人力方面 我们103年度 长照人力跟相较于99年度 已经增加了很多 那预计呢 我们105年度会完成长照人力 培训补足的人力切口 另外本部的104年度的规划 在地照护人力培训教育训练呢 至少达到30场 而且专案办公室 并没有增设修缮网络设备经费 那新口师呢 预算大幅成长是因为 新增办理医疗院所推动家暴性侵而略事件 被害人心理制止方案的计划所致 那国建署呢 呃在这个104年4月16号公告 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的体外受精补助计划 确实是为了推动经济弱势 生殖健康业务所需 那同时呢 那105年度规划发展本土化之系统性高风险近视学童 及照顾者健康照顾和最终管理作业 延缓高风险近视学童发生近视年龄跟恶化的这个程度 那同时积极的建构有力 国内高龄者健康安全参与及终身学学友善环境 目前部分县市还非常需要那个中央支持跟介入的辅导 那以上是有关这个解冻案的报告 那接下来我跟各位报告 有关精神病患心智功能障碍者的这个社区照顾 社区家园的专案报告 那依照这个本部104年第二季的统计资料 身心障碍的人口呢 大概是114万5043人 那其中智能障碍者大概有10万575人 占8.78% 那自闭症呢有13354人占1.16% 慢性精神病患有123,375人占10.77% 那本部呢已经依照这个精神卫生法 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了 规划多项措施跟方案 辅导各县市政府结合民间单位提供多元社区服务 那现在的这个服务资源跟措施分认几点报告 第一精神病人心智障碍者连续性 社区医疗及附件服务社区照顾作为呢 包括了建制24小时紧急精神医疗 处置机制由警察及消防机关协助护送就医 第二强化精神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体系结合 病人出院前医疗机构拟定最终计划公卫护士评估 收案最终造物 第三订定社区精神病人仿视要点 将个案分析造物针对142,294名社区精神病人 平均仿视已经达到每人3.1次 一是充实社区精神医疗设施设备 至今已经有129家住宿型跟70家日间型机构 分别提供5,327床服务跟3,433人服务量 第五到了104年已经补助40家机构 办理多元社区精神復健方案 第六全民健康保险已经将精神病人社区復健治疗 及居家治疗纳入几副范围 第七我们在事办了心智障碍者精神医疗服务品质改善计划 成立心智障碍特别门人及个案最终管理 提供外展示服务 第八推动了医疗机构精神病人社区照护品质提升计划 协助社区中高密度照护的病人 由医院主动介入治疗跟追踪 第九持续推动区域精神医疗服务 往建立区域内医疗、卫生、福利、劳政、警政及学校机关 建立转介跟联系 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的是 精神障碍者及心智障碍者办理社区服务措施 那目前呢 针对精神障碍者跟心智障碍者办理这社区服务措施呢 按照个案需求评估结果意愿跟能力提供社区居住、社区日间作业、社区日间照顾、家庭、托顾等服务 那截至9月底呢 总共有437个服务据点 另外对于经过评估有生活治理照顾需求 其需他人协助的身心障碍者呢 提供居家式身体照顾或家务服务 对于家庭照顾者提供定点式或再载之 临时或短期照顾服务 并且办理照顾的支持跟训练及研习家庭关怀方式等 以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压力跟负担 那未来的展望呢 我们会加强全民对精神疾病的认识 及强化心理健康势能 使精神疾病早期发现及早介入 并引导就医跟积极的附建 而且会积极的与跨部会的合作 增加民众对精神病人的接纳 推广就医就学就养就业及家庭知识等方案 而且会持续的积极督导地方政府 结合民间单位 建构身心障碍福利支援网络 依照身心障碍者需求及意愿 发展多元化的社区资源 以上是有关精神病患的社区照顾的报告 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社会救助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那这个大院的这个委员对本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共有七个版本 共计提案修正七条 增进两条 那我们的意见呢 是这样子跟各位说明 第一第三条修正本法中央主管机关卫政福利部 那这个本部呢 进表同意 增列第三项 将各主管机关的执掌明确分工 本部肯定委员的用心 但基于立法经济考量 大多数法规在主管机关条文 不会分的太细 唯恐挂一漏腕 且现行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依现行法本于全责 推动相关业务实务在执行面 并没有自然难行之处 所以没有这个理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谴责的必要 那第二呢 删除第四条第三项后段的探数 那本部进表同意 第三 参考国民联系法明定低收入库 生活辅助会每四年参照消费者物价指数 成长率进行调整 本部进表同意 第四 第十二条 增列四款增加现金给付补助金额 那并不宜再扩大 原因说明如下 第一个 单亲家庭婚姻移民为家庭类别 并非低收入户成员 且于本法第五条第三项 已经针对单亲家庭外籍配偶 或大陆地区配偶等 予以放宽审查标准 不劣迹家庭应计算人口 为了周延呢 鉴行审慎考量 不宜再增加补助金额 第二三岁以下 婴幼儿已经有儿童生活补助 且两岁以下呢 另有父母未就业 育儿津贴 跟保姆的托育费用补助 是否扩大到三岁呢 应该要考量财政的负担 也要请各委员审慎考量 第四 长期卧病呢 他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 亦可能为老人及身心障碍者 身会重复 所以这个也有待商榷 那第五呢 第三项 自行求职者 纳入因就业而增加收入 得免计家庭总收入 本部禁表同意 建议着修文字 第十五条之一 第一项 将增列中低收入户 得参加脱离贫穷相关措施 本部禁表同意 第六 新增第十五条之三 及第十五条之四版本 将增加政府财务負担 为了让他更周延 建训这个省政的考量 而且很多细节性的规定 没有办法在法律上明定 应该在通盘考量以后 再以授权的办法来定定 第七 修订中低收入户 学生减免学大会百分之六十 涉及了教育部的这个权质 的事项 以请教育部表示意见 那 结语是 为了使贫病孤苦无一 或生活陷入疾困者 获得妥事的照顾 并且减缓所得差距扩大 本部将持续督请各地方政府 落实社会救助法 协助经济弱势民众 维持基本生活水准 并适时提供各项服务与协助 进一步协助其脱贫 以上是社旧法的 这个条文修正的报告 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是 生产事故救济条例草案的报告 那这个背景呢 其实刚刚幾位委员都有说明 那我们在101年10月开始推动 鼓励医疗机构办理生育事故 争议事件事办办法 那自从推行以来呢 已经大幅的降低生产相关医疗纠纷 诉讼的鉴定案件 成效良好 那所以本部呢 尊重这个大院决议 将该等做法法制化 以其保障孕妇的孕产妇生产风险 及有效化解生产相关的医疗争议 那有关这个吴亦真委员 黄昭顺委员等 林淑峰委员等 秦军委员委员等的提案意见呢 我们的看法是 第一 依照本部的这鼓励医疗机构办理生产事故 争议事件事办办法是 以生因为生产所致母婴不良结果 而经审议会审查后 依给付基准给予合定救济金额 那该审议过程呢 不做有无过失的认定或鉴定 那生产事故补偿条例草案 这是原来的名称 等事案呢 法案名称于本部事办办法的救济精神 有一点出入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点讨论 来让这个立法议指更明确 那第二 有关生产事故不予救济的范围呢 四个提案版本略有出入 因为本部的事办计划经费有限 所以排除怀孕36前的胎儿 跟新增儿所致的不良结果 那依照前开计划的事办经验 跟国内医疗专家建议呢 满34周后 胎儿的肺炮大致已经成熟 早产所致的离病率 及相关后遗症降低很多 因此建议可放宽限制到34周 钳制不良结果不予救济 第三 有关基金来源部分提案草案中 除政府并认预算外 提供接生服务的医疗院所依需负担 这个恐怕会引起争议 建议予以删除 另外有关这个医疗纠纷 现在已经有相关制度运作 建议无需定定调节章节 那至于有关发生中央主管 主管机关公告的严重生产事故 应该在24小时内通报 及成立专案调查小组一节 因为生产事故呢 单属于副产科的医疗业务 就其发生原因跟太一样呢 比较单一 且医疗法第24条呢 也以授权主管机关依法 对医疗机构进行资料收集跟查处机制 建议予以删除 那结语是本部呃 呃成大院各委员会的支持跟协助 完成作项这个法律案 对业务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个案子呢 也经过了很多次的这个讨论跟协商 我们希望很快的能够通过 呃在这个会期能够完成立法 那最后呢 跟呃 各位报告的传染病防治法的部分条文修正的草案 那这一次所报的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总共修正五条 主要是为了落实这个感染管治政策 第二 对医疗机构与安养养护长期照顾机构 及其他类似场所 执行感染管治措施的辅导跟查核 要需要再加强 因此提这个修正案 那希望能周延传染病防治措施 修正重点如下 第一 修正条文第三 32条 配合医疗法规的用词 将感染控制修正人 修正为感染管治 第二 修正条文第三 三条为立安养机构等场所感染管治措施的执行 辅导跟查核 授权这双主管局官令令感染管治及查核的办法 第三 修正条文第67条至69条 为了落实感染管治的执行 依照医疗机构及安养机构等 违反感染管治规定的情节机构 采取适当处罚方式修正相关方法 另外 现行这规定的强制处分 是行政执行法所定的这个直接强制 可适应该法相关规定 因此修正相关条文 那这个法呢 是为了完善传染病防治作为的这个法治依据 也非常期望这个大院委员的支持跟协助 能够让我们完成这一次的这个修法 以上报告 谢谢 好 谢谢蒋部长的报告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寻答 每位委员寻答时间8加2分钟 10点半截止发言登记 委员如果书面执行 请于散会前提出预期不受理 11点30分处理临时提案 那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 好 那么意见我们现在就开始请 苏清泉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媒体朋友大家找 我请部长 好 有请蒋部长 还有主席总处陈梅英 好 陈专委 好 陈专委 苏清泉委员好 部长 我先请教你 现在健保有出了一些问题 现在一天到晚在缺药 缺药 一些药的核价都核得太低 我跟你讲两个 一个就是铁剂 口服的铁剂 现在也缺药呢 第一代抗生素 现在也缺药呢 核到太低的价钱 这个 每年再这样 又价量调查 每年这样价量调查 然后从 当 发票上有看到哪一家的钱 比较低 就一直往下刹 部长 这一种是恶性循环 到最后 连厂商都不想做 那干脆就不做了 那这个是很严重 这个你要 你一定 这个你要 要用心在这里 就是说至少 像第一代抗生素 一支第一代抗生素 合到多少钱 合到十几块 只有做 跟材料 跟它的成分 还净口 十七块 十八块 第一代抗生素 一支 这像话吗 部长 跟素委员报告 这个 有关这个 要价的 这个事情呢 其实 我们持续都在检讨当中 因为各界 对这个事情 都非常的关注 那委员也非常明白 我们大概一年大概就是一千两百三百亿左右 放在这个药价 那有很多的新药出来 所以呢 不得不在一些药价上面必须做一些处理 不过 我们也了解 如果在我们药价的这个审核上面 定定上面 如果造成缺药的情况 这个是不能够让它发生的 所以我会持续地督导健保署来做检讨的工作 前一阵子你有要推 就是说让它双轨变形 有一些药 就是说延厂药 那 你要让它 付部分的差价 然后 可以买 你自己都 前一阵子生病嘛 你很清楚的嘛 真的药价有点差 是 年轎一开水 说而已 去看牧場很死 我不敢再说了 但是 我要跟你说 就是每年的药价 一千四百一千五百亿 那当然新药 新科技抗癌 标保药 这是要贵 那健保署 这里还要给它肯定 就是说它新的药一进来 在荷价方面 都很用心的在跟厂商 溢价溢到 可能是世界超低价 所有的外资厂商 原厂要来到台湾 他们都 最后一个 送到台湾来 来合价 都 马来西亚 韩国 甚至中国大陆 都合完了 他才敢送到台湾 因为台湾一合下来 就要价 可能去合 照别的 国家再申请的时候 人家就拿台湾多参考价 所以台湾都不敢来 他都感恩 放棄也不敢来 所以这对八成也不公平 就是说总额每年压那么低 当然大家也认为 这样很高 但是事实上 你要照先进国家 OECD的国家 看起来我们健保 这种占GDP的比例是极低 即使明年是6200亿 占我们GDP15.5兆 也是4%左右而已 都不到 所以这个也是很低 所以 药价又是其中一部分 这样子恶性循环 新药价新药 又不开放不行 所以这原厂的GDP CDA 匹子的药价的价格 就是一直砍 砍到现在 我们人家用的基本药都 常常缺药 我现在 礼拜六早上看门诊 我常看门诊 要维持医疗的薪資 不能落伍 我都很怕 开药都缺药 真的 就有这种担心 事实上也真的缺药 所以 这一块 祖咪你还要補充一下 謝謝委员关心这个缺药的问题 其实这个缺药的问题 我们其实都有机制在处理 而且就是如果说这个 厂商他认为核价太低的时候 他真的不复成本 可以提出这个部分 而且是必要药品的话 我们有一个机制 让他提高价格 那机制也在这个处理当中 随时我们都会检讨这个部分 你这个药价小组 你要核价 要在砍药价的时候 要想一下 是 我已经 你就感觉那已经是太过分了 一支第一代抗生素 那做分 要做开 要跑 要什么 那合十几块 那要怎么煮药 我很怀疑 主秘 主秘 是是是 所以我一定要坚持 生产风险救济条例 这第八条 它基金的来源 政府预算拨幅 主秘总组 你是在反对什么 你有结婚吗 你有结婚吗 你有嘛 对不对 那你知道生产 有小朋友吧 有嘛 你知道生产是 充满了风险 你知道嘛 那个英国亨利 亨利 亨利国王 第几十我忘了 他就是 妈妈是怀孕 结果男产生不出来 所以就直接给他剖腹产 剖腹产就从肚子这样化开 把小孩抱出来 所以这个我们剖腹产叫帝王切开树 是这样来的 然后帝王切开树 小孩抱出来后 妈妈就放掉 飘去 所以帝王切开树 那个亨利国王的妈妈 是死掉的 那个是十八世纪的事情 所以生不出来难产 那个年代也没有草原坡 什么都没有嘛 所以帝王切开树是这样 是血列的名称 那既然主秘总组 有对这一页外有意见 你讲一下我听一下 不然我会泡风 没有委员 我不晓得委员是从哪里 听到我们对这个部分有意见 因为我们是没有提出过 这个部分的问题 我们倒是只是觉得说 那个基金的部分 设置基金的部分 也许我们可以保留一点弹性 让他们用现有的基金就来做 不必说另外再设一个基金 那这样也可以节省一些行政程序 那基金的来源部分 我们会建议就是比较多元 比如说包括像烟圈什么 我们都把它列进来 将来这个基金的裁员 才能够比较充裕 那也才能够比较长久的 来持续的推动 所以公务预算编 你没有意见 主秘总组从此刻开始 不会再表达任何反对 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 因为其实条文里头也有 就是说属于这个医疗院所重大过失 就是属于他们应该要负担的 损害的部分 就是主管机关要确实的落实去代位求长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你们是care这一块 对就是属于 不是就是属于这个医疗部分的重大过失的部分 因为它不是属于政府应该负担的 所以我看条文中也有提到就是 将来如果属于这个 那有另外的机制 所以我们其实是说这一块属于政府 就是应该是谁该负担的部分 我们主管机关能够去落实代位求长 这样的工作 现在这个救济就是英国关系不明确的 就是说那个风险 所以我们就给它救济 我们先救济 那如果真的是有过失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这个就一个委员会会来 会来 会来还有一个基金会 他们都会认定 这个不用你们操心这么多 所以这一块 其实那个我们没有是 我们没有反对说政府编列预算 来驳注基金这一块 我们是没有 那只是说它的来源 还可以比较多元的去筹措 那这样可以确保 基金将来有这个材料来指引 那另外就是基金的设置 可以再保留一些谈息给主管机关 他们可以讨论 也许现有基金就可以做 不用再花费这个行政效率时间 去再设一个新的基金 好 谢谢 那请回 部长那我再请教你 最近对于急诊庸塞 急诊庸塞 非常的 健保署也提出了 最近提出的办法 就是说 从医学中心往下转 往下转的时候 他甚至讲说 这医学中心的急诊医师 可以到次一级的医院去出诊 还是去照顾 这个你想这个行得通吗 我知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各界有一些批评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 我们让这条路是通的 那至于实际上面呢 会有多少医生 会做这样的事情 或者怎么样做呢 这个是由这个 这个实际上工作人员 这些医事人员他们来决定 我们只是把这个路打通而已 然后你那个费用是怎么算 譬如说 从高雄的医学中心 转回来屏东的 屏医院或地医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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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讲事情 也要讲一些可行的吧 这个部分 是目前还在讨论当中 是那个品质方案里面 就是鼓励这个医学中心 跟这个 双向传诊 然后给他一个奖励 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要奖励 你要奖励的钱 像这种医生 像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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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无感 那一定是想之前的 那我们派出去 来来去去 出车要怎么 那都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个办法 我们会在下次会议当中 会去做讨论 对啦 那要 再来 想问一下 因为时间到了 昨天网路上 我儿子也给我反应 说某一家医院 他CPR的次数 居然被你们核删 这个你有看到吗 有有有 转转疯狂的在转 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这个部分只是说 他病例上面记载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是在审查的时候 发现这个部分 说给他做一个适当的和解 他如果说觉得是这个部分 他有这个理由的话 他可以做 部长你知道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们会针对他的那个实际的情况 做一个评论 我跟你讲 医师在 他在CPR 譬如说病人断断续 在CPR 他是算分钟 十分钟一段 十分钟一段 五六百点 然后他真的在那边 做了很久很久 又停了又跳 搞不好做了八十分钟 那他十分钟一个段落 他乘以八次 我在看你可能是给他删他的数量 是 但是 申报是医院在申报 是 是 然后呢 打回来是医师在写 那医师一写 急诊医师就在没有 医院 他需要申父 一看到 他说 我怎么CPR被删 他就不爽 他就照起来 就传 这个 你要写清楚 你为什么给他核删 你要核删的 那个 那个数量 为什么我给你删少一点 你要都要写清楚 那有的委员是说 那个审查的医师要拒名 那个如果要拒名的话 可能没有人要去做你的审查医师 这我也可以给你保证 没有人要去做 出席会那么低 然后要拒名 那不可能 所以 这个要妥善处理 因为现在年轻医师 他已经认为 又是公食 又是什么血汗 他们已经崩得很紧 跟我们那个年代 打航龙逆来顺受的年代 已经过去了 他这样一传 你看很难听很难看 疯传 全台湾 所以现在 听说一个小时 可以穿七八十万折 一直转一直转 所以这个 要妥善处理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来 接着我们请杨玉昕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有请蒋部长 来 部长请 董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 今天我来请教您 精神障碍相关的议题 请问谁会得到精神疾病 每个人都可能 每个人都可能 那您叫浩发的年纪在几岁吗 好像年长者好像比较浩发的样子 平均是15到30岁 因为这是在整个身心 以及社会压力变化 最巨大的这个阶段 所以浩发年龄 不管男女加起来 是在15到30岁 那您知道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疾病吗 它分类应该很多 又是忧郁症 躁郁症等等 好 那部长跟您报告 这个是脑的疾病 脑部的脑内分泌系统失调的疾病 就好像是糖尿病一样的 我们胰岛素分泌等等 所以它是一个脑部的疾病 那所以一般人可能会很恐惧 但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能够得到好的控制 只要及早介入好好治疗 它就是一个脑部的疾病 好 那来我们看一下 精神卫生的统计 零有精神障碍手册 声音障碍手册 摄政这边 零有这个手册的有12万多人 那么在公共卫生的 这个公卫护士来追踪的 精神障碍的病患 有13万人 那么那个零有这个健保的 这个重大伤病卡的 有20万人 好 那部长 您叫这些数据 它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吗 为什么会有20万人 零有重大伤病 好 重大伤病它申请了 可是呢 只有12万人 有声音障碍手册 那这中间的8万多人 去哪里了 好 那我告诉部长 原因是 很多人怕被污名化 所以他不要领 声障手册 但是疾病非常严重 严重到能够 请领重大伤病 所以他为什么要重大伤病 因为他可以减免 他的自负额 所以他去看医生的时候 可以减免自负额 好 有20万人 好 但是他却没有拿 声障手册 那没有声障手册会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声障手册会有什么问题 他就相关的一些福利啊 等等就没有办法取得 没错 等于声障的 生权法的50 51条 个人服务跟家庭支持服务 他就没有办法获得支持 那么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这个数据 239万人 好 这个239万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我们一年有这么多万人 去看精神科跟身心科 的国民有这么多 那么这么多里面呢 我们就先排除自闭过症过动啊 或者是酒精或药物成瘾 那些都不算 就是不是精神类的 而是在这个去看精神科跟身心科里面 是精神类的 有多少人呢 光是思觉失调症 也就我们以前说的精神分裂 现在不用这个词好用思觉失调症 就有11万多人 然后情绪障碍有20多万人 然后其他的精神疾病有21万人 这加起来就是57万人这么多 代表我们的有国民里面 57万人是有去看精神科的 好 那你可以知道哦 这个代表我们还有没有病适感的 或不愿意去看精神科的人 那是更多 所以黑数是更多 所以这里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看的这个数据 要指出来的是 针对精神疾病的照顾需求 是非常普遍的 好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资源进去 没有赶紧的提供 其实他们会恶化 就是一个脑部疾病 他会恶化的 然后所以精神疾病的照顾需求迫切 而且严重 但是呢他被低估 而且被忽视 这就是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排 这样的一个专题报告的原因 我们部长来到部里这么久 大概也很少再谈到精神病患的需要 可是我们看到需求是这么大的 那么好 下一页来看 如果没有 这我刚刚说了 没有伸脏手册 他没有设证的服务 他为什么不要伸脏手册 因为他怕被污名化 所以污名化 只要所有人拿了一个手册 你拿肢体障碍 跟拿精神障碍 你要去就业 那你会差别多大 你去看医生 什么你都会怕被 被标签跟污名化的问题 好 那么医疗跟我们的这个 卫症这边 很重视治疗跟附健 但是治疗跟附健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卫症体系 它是不处理照顾问题 那摄政这边 如果你没有请手册 你也没有办法得到摄政的照顾 来协助 所以意思是 就是有相当多的57万人 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的照顾 因为你不知道 即使他现在要去看一次医生 他有没有持续稳定的看医生 如果没有 对这个病人还是很大的伤害的 所以这些就是有很大的照顾的漏洞 无论是照顾摄政这边 或者医症这边 或者追踪这边 或者是集体的社会大众 那他有没有持续做心理精神健康的促进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社会悲剧就不断的发生 我们看一下这个 独居的身障者越来越多 而且呢 老人照顾老人 病人照顾病人 这个这么多 我们可以看到 每年都 每天每个月都在发生 你随便看几个社会事件 即使火工来称虚魔 要虚邪 就放火烧 家里有虚邪 就一家四口就重创 然后十岁的女孩看到目睹 这个有精神疾病的爸爸呢 用铁锤来杀阿公 目睹这样的事件 然后呢 矫正这个精脏的母亲乱吃 他就锁链来勒紧 这个脖子 他致死 好 这样事情就是 只是换了人而已 但是他持续的在发生 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 所以我们台湾的精神障碍的家庭 承担了全部的照顾责任 你会看到当一个家人撑不住 他最后就是这样 你看老父跌死在这个浴室里面 然后精脏女饿死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持续持续的一直发生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医疗跟附件的资源 严重严重的不足 这个不足就是我们看这个数据 到现在我们国家能够提供住院跟附件是4万人次 4万人 但是我们刚刚上述所说的需求已经有57万人 但是这个住院跟医疗只有这些人 那尤其是更严重 更迫切需要的是这个精神附件机构 他只能提供8000多人的服务 可是我们需求数十万人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是这个强制住院的问题 在96年修法了 我们看到之前的数据 每年都有3000多人强制住院 那么96年修法之后 我们看到数据是3000多件 然后101年就变成1200件 102年700多件 103年更少700多件 那这3000多人到700多件 这个数据严重的下降 难道是病人都好了 这些严重病人要强制住院 严重病人是一个法定名词 它有非常多的指标 它是到达完全没有办法治理生活 然后有暴力会有伤人或是自伤 然后是有妄想幻听 这些才是精神卫生法里面的 严重病人的定义 要是严重病人 而且呢他还要伤人自伤 还有两个医生已经诊断 他需要强制住院 然后呢现在我们96年修法之后 这些都符合了 但是为了保障人权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同时有个配套 那个配套就是社区照顾以及附件的配套 那刚刚说到社区照顾只提供8000多人 我们修了法让这个强制住院的门槛变得非常的高 刚说的一定是法定的严重病人 然后还要两个医师已经诊断 他需要强制住院 这样还是不能强制住院的 他还要不想要去就医 然后还要通报审议会去审议 审议会还要在视讯跟病人视讯等等 这一大套行政程序导致 当然一方面对人权有好的保障 但是呢也让医生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也让家属现在的这个家庭家属跟精神团体 他们病友团体都非常主张这个严苛的 这个强制就强制就医要留在医院去去就医的门槛 实在实在非常高 那这个非常高又没有配套 所以整个照顾就全部落在家庭里面 所以家庭是雪上加霜 从我们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强制住院门槛变得那么高 然后我们的配套 社区跟这个附件是完全的没有提升 资源也都没有进来 所以家庭是非常的恐怖的 所以我在这里具体的诉求 就是改善社区照顾病值 就是针对这个严重的病患要落实 我们这个提供出来的 要落实外展医疗服务 就是社区照顾品质提升计划 好 那这个计划我想我们的司长是非常了解的 部长您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吗 有 知道 您知道吗 那您知道这计划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吗 主要就是强化那个社区照顾的这个品质 服务的品质 是 因为我们有一些严重病人 这些病人他不一定有稳定的去看医生 那所以呢 我们就希望能够是主动的来列管 以及建立因病关系 精神疾病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他如果稳定的用药 稳定的看医生 稳定的去复健 那么其实他可以过着非常健康 跟你我一样健康正常的生活 生活可以正常 家人也可以正常的来照顾 所以但是困难就在哪里 困难就在他没有去看医生 或没有稳定的就医 所以我们的医疗要主动的在社区里面 主动去输送 所以这是我的诉求 那所以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虽然有生全法五十五十一条 不过对于精神病患来说 它是没有用的 看得到吃不到 为什么呢 很简单讲 精神病患申请的到居服员吗 申请不到 司长就摇头了嘛 居服员敢接这样的病患 不敢 因为他有没有受过这个训练 没有 所以即使有这个法 他有这个法定的身份 可是这一些资源对他来讲 都没有什么用 那我觉得这是对精神障碍的朋友 是很不公平的 好 所以那社区居住的问题更是 那所以我现在因为时间到了 我就只好来做个总结 就是请部长能够在 在这个近期 两个礼拜之内 建立各县市外展医疗团队 这个计划 也就刚刚的提升 社区医疗照顾计划 这件事情能够落实 能够推动 然后针对独居的精障者 或者是精神病患 来提供扩大他们 社区家园计划的适用范围 就让这些人可以适用 社区家园计划 然后呢 针对这个年迈的照顾者 或者是心智障碍 还有自闭症 他们推动双老家园 因为双老的问题 不只是说照顾者老 然后受照顾者老 像智能障碍的双老的概念 跟自闭症的双老的概念 跟精神障碍双老 完完全全不一样 自闭症的这些伙伴们 他们一生最依赖的人 就是他的爸爸或者妈妈 当他的爸爸妈妈一过世 他的世界就会崩解 就会迅速进入到精神疾病里面 但这都是可以预防的 所以他们要的双老 跟心智障碍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双老家园 请能够细致的来规划 针对不同的族群 提供适合的规范 来帮助他们 自己民间的力量能够进来 来处理他们双老的问题 部长以上您的看法如何 基本上我都同意 我会责成这个新口师 跟社家属共同一起来努力 刚刚谈到了这个品质提升计划 等等医院的主动介入等等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会努力来朝这个方向做 好 谢谢部长 市长加油 谢谢 好 请陈杰如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部长 来 部长请 陈杰如委员好 部长 我记得上次在省预算的时候 我也曾经有写一个主角 你们的身心障碍 牙科的补助 为什么你105年度 才编5000万 本来今年就已经不够了 你现在七个中心 你本来一个中心 开办会什么都要800万 你现在今年有两个中心开办 结果你们就用这些5600万 把它share掉 然后呢 明年你七个中心又编5000万 部长你不是答应我要编组吗 要补吗 怎么现在又编成这样子 这个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经费排挤的效果 经费在排挤 你也不能让人家走不下去啊 因为我们的18基金就是不够 就是不够 所以就会产生排挤 那不够你要怎么样 你那一天不是说要从什么基金 什么要想办法补足吗 我等一下会写一个 我们再来试试看有什么地方 可以再来移住一下 这种钱不能少的啦 你5000万要弄七个医院 这太离谱了吧 你整个设备整个开办费 整个还有其他的这些费用 我希望维持本来的预算 你现在有800万嘛 每一家医院800万 你现在七家 你最起码也要维持在一亿以内 部长承诺 我们来努力看看 这个就是钱大饼就是那么大嘛 所以就是会挤压到其他的 生性災害牙科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个计划都很重要 你最起码也要保持在一亿左右 这没有什么困难嘛 你们什么都从燕圈什么地方 什么依发基金 这个一亿有困难吗 还有你们那个人工 生殖补助方案 现在推广的 3000万结果才做到多少 才做8例 10万块80万 这样的效率 你们觉得怎么样 虽然补助低收入户啦 可是我觉得这个方案 我不是说不可行 可是我觉得你们的执行力太低啦 这困难的人在哪里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 第一个就是这低收入户呢 我们就必须要再加强去 把他们就是宣导 然后让他们愿意出来接受这个 那另外还有就是希望能够增加这个 比较多的 你们现在补助是怎么样 每年都可以补是吧 同样的个案每年都可以补吗 对 每一年10万块 好 这个要继续啦 希望你们要检讨之后呢 提出更有效的办法来处理 请问一下 你们有一个什么健康不平等报告 全球健康论坛有没有 这几年都在讨论这个东西 现在怎么样 他的他的撰写的过程是怎么样 公委员报告 我们的健康不平等呢 是经过这个英国的这个 讨论对啊 讨论这个健康不平等 台湾台湾的什么健康不平等报告 这是什么东西 是他是根据我们所有的一些 健康的一些数字 然后把它放过来以后 我们再根据 把它分成四个不同的等级 那看一下说有一些这个 比较这个 这个社经比较不一样的区有不一样 那你们除了专家学者 邀请专家学者之外呢 有没有邀请一些民间团体啦 或者是NGO的团体来讨论这个事情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部分目前是先把我们既有的党 一些这个数字 把它整理了以后 先把它做出来 那目前呢 已经送到永续会 你们在11月的1号2号 有再开全球健康论坛不是吗 是 那这个论坛的 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一个 我们的报告先拿出来 那由这个专家来做一个报告 那现在目前我们是会送到 各个永续会的委员 看一下针对这个将来有没有一些 我是觉得 这个健康论坛是不错啦 你从2010到2013 这几年来 像看国际接轨 那这种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希望你们最近的 这一次是不是提供一些 书面的成果报告给我 好不好 是 可以 可以 好 谢谢 我们今天要审的这个生产风险的补助条例 其实我贬习是比较要推那个一咎啦 一咎一解决的话什么都解决了 也不要这样淋淋种种的这么多的法案 现在又是有什么麻醉又什么很多很多出来 我不反对这个东西啦 生产是比较特殊 可是呢 我是觉得我们一个国家的政策 不应该是这样零零碎碎的来定啦 你们这样行政部里面都不坚持 也不去努力 未来一个医生 他不出这个费用 结果整个医救法就荡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你们卫物部要负很大责任啦 本席不爽的就是这个部分啦 你们现在还拿几个 医救法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大很大努力 还要拿几个什么生产补助条例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 你看那些麻醉啦 还有小儿科什么都出来啦 那将来你们要怎么收拾 我们还是希望医救法能够 你们将来要怎么收拾这烂摊子 我们希望医救法能够通过 这样是在搞什么 我是觉得要整合起来 让医救法通过是比较好的 长远之近一个国家 不应该是要这样子 没有我完全赞成 好这个是我的建议啦 当然我不会反对说 其实你们的生产风险 这个部分已经都在编啦 可是呢 如果不立法你们就是这样子 等一下编的不止 像生臟牙科这样子 我看生臟牙科这个是不是也要立法 如果这样讲也是要立法哦 你们等一下编一亿 等一下编五千 等一下编六千 这在搞什么 我们大概是先用试办计划 累积的足够经验 如果要立法再立法 我想请社家署 社家署 社家署有没有来 有 社就师 社就师 社就师理事长请 社就师 部长你听清楚 我是觉得一个政府单位 应该要很负责任的去把国家整个条文去做整理 而不是这样零零碎碎的 你说好了 现在有几个补助 这个公告地价跟资产调查 这个部分 我觉得行政部门非常的不努力 现在把整个补助 这个部分的补助 比如申请法里头的 老人福利法 身心障碍服务法 社会救助法 国民年金 这些不动产的补助的价格的标准 都不一样 你们把这个不动产的标准设在用国民住宅当初260万来计算 那现在用320万来做一个基准 这到底在哪里 说明看看 为什么用320万 委员好 谢谢委员的垂巡 我想确确实 刚开始在定这个不动产的那个额度的时候 确实是用当年是用国民住宅 平均前五年的平均售价来订 国民住宅你用260万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当年是这样订 那之后我们现在的订 如果房屋是用标准评定价格这个部分 那那个土地是用公告限制 那每一年我们在订这个额度的时候 我们都是邀及地方政府 那参采这个调幅的额度 让地方政府一起来讨论出来的 对啊 现在这个倍数差了多少 你现在有650万 然后260万 这个差了2.5倍 所以你们层次不穷 每一个法条的基本都不一样 你们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你们知道吗 我刚刚有请教你们 320万是怎么算的 怎么算的 我们就是依据 刚刚如果是土地的话 就以公告限制 公告限制 那依据这个公告限制 每一年以当年度的那个调幅 我知道了 我知道这个基础怎么来啦 可是你的320万是怎么算 我们的计算机制 我算不出来 你新出市嘉义县 事实上是这样 因为我们六都 那六都另外计算 那如果是台湾省 统一目前是320万 那当时的 目前整个计算的机制 就是刚刚我说的部分之外 所以都乱七八糟嘛 没有一个合理的东西出来 你现在有执法100条 你们都有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先依法动全身 你们要去讨论这个问题 你现在国民年金 还有一个底线400万 对不对 部長你知道吗 我大致知道了 还有什么有一个底线 还有一个也有底线 400万 法福法啦 讲了半天 你们大家都还在那边讨论 所以为什么他们能够定一个底线 你这些其他的 这些社会救助法 老人福利法 还有生权法 都没有定这个 这个非常不公平 为什么 你如果去年他审核的 如果他的公告地价 公告 公告限制 一上来 就变成很多的人领不到 可能呢 以前的 你们现在去年公告的 那个法令是怎么样 以前 的就不算 就保持是不是 再几年 跟委员特别报告一下 因为事实上在调伏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低收入户 那可能因为他没有资产没有增加 譬如房屋跟土地没有增加 所以你们公告地价 公告限制把人家增加嘛 就上去啦 其实他有没有脱离贫穷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些你们要去想啊 到底要怎么样才公平嘛 难道那个时候他就富有了吗 你们调上来他就富有了吗 不是这样算的啦 对不对 部长 你觉得这个要怎么处理 那个跟委员报告 这个 这个其实有的事情也不是 卫福部一个部 我知道啊 可是你们天年的多少个法啊 他因为涉及到整体的财政的问题 国民典型金法 对 所以所以 我同意了 我们来做一个检讨 需要做跨部位的这个 这个沟通 我们来做相关的沟通 现在公告地价 公告限制也开始要做调整的时候 也要做改革的时候 我觉得你趁这个时间 可以参与来讨论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来做一个统整的时候 因为你现在你看 你现在 你现在深圈滑老人生活 补助不动产 现额有650万 650万你差 刚刚你刚刚说 260万 差了2.5倍 这个基础点是什么 这怎么算 对不对 那你们又用一个什么 低收入户什么1.5倍来计算 我觉得这个 前后没有办法对起来嘛 我们来整个来 再来盘点一下看看 然后需要的话 我们做跨部位的协调 现在是时候啦 要用不动产的那个比较严谨的方式 你们要什么地价专业的人员来做一个计算 然后用省的 你要用省的也好 台北市也好 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来计算 那不应该是用一个法一个标准 然后又是国民住宅 现在国民住宅早就 现在已经废掉了 对不对 那你又是用什么 用县市的 又薪质嘉义 又是一个 一个标准 台湾省一个标准 各县市又一个标准 这个如果住在那边的居民 真的是很倒霉 好 这个部分我们请部长 好 我来要求他们来做整个 参与来研究一下 还有我希望我再提一个游民问题 你们在 卫福部有10月20号 有开一个两公约的这个报告 里头呢 会议的资料里头 你们游民的统计 及援助 那边你们说有提供游民的 这个置放空间 置物空间 在哪里 你们讲的 两公约里头 你们自己发表的 自己答复的 在哪里 置物空间 委员特别来报告 整个游民的一个执行 是由我们地方政府来执行 那目前举例像台北市 可是你这个 达福市里面中央 也在达福的 都有这样的一个资料 两公约里头 你们定期开会 做检讨的时候 你们说游 游在哪里 我先请教一下 目前是地方政府里头 我举个例 就是像台北市 那因为之前 我们曾经开过公厅会 那确确实实也回应 他们的需要 那在台北市 它确实是有设置 那目前基隆市也有设置 现在你们很多厅市 不提供住室 不提供这个工作机会 或者是通平方案 这个都没有办法去处理 可是呢 你们的 他们的置物空间 总要这么简单的东西 总要去把它处理出来吧 你们要怎么处理 各厅市虽然没有 我知道台北市 台北市这边 这边有吗 有 现在目前 好 那用台北市 其实不止台北市 对不对 我们各厅市很多 你们这个要怎么处理 跟委员回报告 那一般来说 目前是这样 那个原则上 我们现在的一个政策 会先居住后福岛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尽量 用一个住宅的补贴 先要居住 让它有一个居住能够解决 那因为现在目前 置物柜 各地方政府 他会去考量 他整个环境的空间 那事实上 还有一个环境的清洁的部分 那基本上 他们对于这个游民的 那个置物的部分 事实上会跟在地 他们会列册 目前游民都做列册 那列册的话 如果在比较 人数多的地方 他才会去设置物柜 他现在置物柜的服务内容 是什么 目前是只是他 因为他本身 都有一些随身的物品 让他放一些随身的物品 就放一些随身物品 他的内容只有这样子 好 这个部分 请你们 现在不只是台北市 应该其他县市还有游民 你们是不是可以吧 因为你们自己 自己报告的 自己在两公园里头 检讨的会议里头 自己报告 所以本身要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置物柜 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知道台北市有 可是应该还不够 那其他县市 几乎都没有设 好 以上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陈杰如委员的咨询 那么我们现在先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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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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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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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